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 黎智英继续自便 承认到美国建华府官员的时候 曾经要求美方制裁中央和特区等 审讯踏入第97日 黎智英继续由代表律师引渡之下自便 先讲到和《苹果日报》管理层举行的饭盒会 辩方引述重返证人 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建雄作工的时候 黎智英曾经在会上问管理层 对时局的看法、政治取态等等 也会因应香港形势提出偏才方向 黎智英向法庭说吃饭的时候不会聊天 就算有都只是聊聊天 不涉及报章业务 吃完饭就由管理层问他回答 指定法官李韻腾问 黎智英有没有给记者指示 包括采访或者社稿方向 黎智英答不可能做到 因为每个人风格都不同 辩方问到2019年7月 黎智英去到华盛顿 同时有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 《苹果日报》管理层记者有没有同场 黎智英就说没有 至于同时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 黎智英向法庭说 期间没有要求过制裁中央和特区 但辩方之后提到 《苹果日报》报道 黎智英接受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 网上访问的时候 曾经说过见蓬佩奥的时候 对方问有什么可以做 黎智英就说应该要制裁 压制香港运动的人 黎智英就说如果报道有写 他就有说过相关言论 相信报道真确 黎智英这些记载了转语报道 本集中编绝 nova 2008255 ्9 Gef用群